明星期五 三月三日的早上 開始今天的千禧年代 我是葉冠林 現在8點答2那些 交代一些把牆的消息 由現在到晚上9點 粉嶺身為大嶺靶場 和青山靶場有射擊練習 夜間練習時 各區附近掛紅旗指示 夜間練習時 各區附近會掛紅燈指示 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 以免發生危險 現在16度相對濕度72% 3月3日過了特首提名期 現在看到三個候選人 分別有林鄭月娥、曾俊華和胡國興 昨天看到林鄭月娥和曾俊華 第一次用候選人的身分出席活動 曾俊華在一個活動後說到 如果有些人靠某部份的政治光譜 支持而贏出選舉 將來管治也很困難 林鄭月娥後來有個回應 提名階段時 她沒有特別針對泛民的候選 泛民的提位去拉票 但以廣泛代表性來說 她在選委會四個界別 所得到的支持也不少 而另一個候選人胡國興 昨天沒有一個公開活動 之前看到新聞黨主席葉劉淑儀 一直都在爭促 希望拿到提名票正式成為候選人 不過之前她也說了 因為提名不足就終結了選舉工程 今早我們打算請來 新聞黨主席葉劉淑儀上來和我們一起談 她現在趕來直播室 不過不要緊 還是在電話上和葉劉淑儀先談 早晨葉太 早晨 不好意思塞車 現在正在進來了 正在進來了 好 正在進來了 好 我們可以先在這裡談 聽眾多打來談 17231 17231 葉太太 首先問一問你的感受 這兩天結束了選舉工程 你聽到的反應是怎樣 這兩天市民或者其他的政界朋友 你感受如何 反應很好 很多市民一直說支持我 不要灰心 進到立法會就挺好笑的 那些泛民同事就很熱烈支持我 黃碧雲就抱著我 無論民主黨 白甲黨都讚我的選舉工程做得好 可能因為大家都是行家 大家都是做選舉的 怎樣做法做得好 大家心知 那些建制派的朋友就比較尷尬 是不是 那些人都拍下我的肩膀 表示 休息一下吧 你這樣 拍下你的肩膀 這個動作都有些意思 是不是 表示可能有心 鼓勵 鼓勵 但是 叫我休息一下 看開一下 我想他們就表示很無奈 幫不上我 那些都是沒有給你提名票的人 沒有 當然沒有 盡在不言中拍下你的肩膀表 是的 反為泛民的同事就熱烈一些 當然有些人會讓我 就是你支持831 如果沒有831 如果沒有831 你就可以做了 你被人閘著 我看在Facebook上面說 感觸感激感動 看到這樣 是 這個都是你的心情 是的 是的 如果說回今次整個選舉 和上一屆你也有心去割續 看到分別在哪裡 這兩次的感受有什麼不同 上次我明知不行 只有10天 只是擺個姿態 今次就準備了政策研究 我準備了很久 當然 執政開始部署選舉 就是選舉立法會之後 但是因為我有一個很忠心的競選團隊 是吧 就是幫我拍片 做網上工作 宣傳 寫稿的人都很多 就是得不太多人 我團隊其實只有12個人 但是選慣了 我們區議會立法會 選佔多年 就是很快就上手了 是吧 所以其實準備是不錯的 所以可能很多人認為 選舉工程來說 我是做得最好 就是政綱的最好 政綱一定是最豐富的 是吧 出了三分政綱 還有我自己也很努力 是去了不同的界別 就是泛民的界別 那些可以說 可能對我敵意最大的 我看你在記者會上 到一開始的時候 都拿捏了一堆數字 說了你的工作 所以你對你自己工作的量 都很有信心 但是處境好像差不多 因為我看回五年前 其實3月1日的報章 就是葉劉入閘 脫腳 歸咎對手封殺 就是五年前的報章 今年又好像又是這樣的局面 是嗎 是呀 真的很可惜 始終突破不了這個局 暫時未突破 嗯嗯嗯 今次看到你就做了很多 但是結果都是 入不了閘了 我看到葉太你都來到直播室 不如進來跟我們 直接一起坐下來聊一下 電話172311 電話172311 聽眾都會打來一起聊一下 今天早上有新聞黨主席 葉劉淑儀在直播室這裡 大家對於葉太做的選舉工程 覺得她過去的努力 做成怎樣 有甚麼說話想跟葉太直接聊 都歡迎打上來 172311 172311 直播室這裡有新聞黨主席 葉劉淑儀 剛才就說到 好像兩次的選舉 上次就準備10天 今次長時間準備 結果都差不多 其實很多傳媒都一直追問 究竟今次拿到多少提名票 我想你都未必想說 但那時候問一個問題 今次跟上屆比 這個能說嗎 今次拿到的數 跟上屆拿到的數的比較 都不要說了 免得了 總之最後還失票 我想知道難度會不會更高 難度更高可以說 如果我推論今次的得票比 提名票比上次更少 你都可以這樣推算 都可以這樣說 因為上屆你也說過 你說是不止二三十票 多過的 今次就比上屆更高 按道理這樣 很不合情理 今次你更長時間準備 更豐富的政綱 沒錯 你是經過選舉洗禮的 做過局長的 正如你所說 你是有承擔的 曾育成早兩天在千千年度 都稱讚過你 覺得你是一個有承擔的領袖 但都是這樣的局面 問題在哪裡呢 都是因為我在兩大板塊中爭取 其實你要高票只是兩大板塊 隨便一方面支持你 譬如曾俊華和胡官有法民那一篇 林太就是建制那一篇 我是建制派中人 但是建制派支持林太 我就拿不到他們的票 我一直都不是想著拿 我的目標都不是建制派的政黨 我知道建制派的政黨一定是歸位的 我也是想著工商、零售、金融、紡織、宗教 就是我以前工作過的範疇 中醫、中藥 我這些界別的政綱都用了很多心機 過往也為工業界、紡織、製衣界做過很多事情 有些人還說我是大恩公 幫他們拿了很多配額 就算你說商界、香港總商會 也有很多舊同事、舊朋友 照理,我打算還有一些區議員 打算200票應該沒問題 打算入閘的形勢就不同了 誰知道一直做下來 我發覺很多的解別很認同我的政綱 譬如我這幾天看回零售界發送給我的政綱 他見了那麼多候選人 他自己做了一個綜合他的政綱給我們 你沒想到零售界第一個要求 是和諧社會重啟政改 跟我們說的一樣 搞好三對關係 行政立法關係不好 內地香港關係不好 零售界哪有得做 零售界現在一直下降 不是說放寬自由行那麼簡單 想不到跟我們的想法 因為不謀而合 其實零售界說我知道很歡喜我政綱 因為他們認為強積金的對沖 現在政府就是開始對沖 不過我幫你 百分之二十五 十年後就你給多一點 其實對中小企很難負擔 我的方案就是劃一條線 在推出強積金之前 政府幫你結帳 以後每年政府都幫你結帳 直至解決如何處理長伏金和遣散費 有零售界想說很歡喜我的方案 想幫我拔票 金融界也是我去那麼多金融論壇 說我表現最好 很多人都不知道 原來我的金融知識很豐富 這樣也拿不到 這些票結果我都走了 還有鄉議局 鄉議局我也是來往了很久 也挺有感情 我去鄉議局論壇 應該我的掌聲是最多的 但也是因為建制派群綁 建制派拿得很少 那泛民呢 泛民有幾個界別 我去了他們的論壇 那個口碑也好 社會服務 去完一次又一次 昨晚他們還找我 見殘疾人士、龍崖人士 要求首語成為法定語言 衛生服務界談得很好 另外甚至高教界 我昨天也收到他們不能提名我 高教界也有個別學者 很尊敬我這次展示的誠意 以及肯聽意見 豐富了我政綱 其實在我退選之前 也有法律界的選委問我 差多少 如果十多票可以刮給我 但我距離太遠 所以只好遠距了他們的好意 但最比較高興的就是 這次透過深入敵陣 也知道哪些最不喜歡我 就認識到一些朋友 縮窄了他們 敵陣是指什麼 泛民那邊 就是最不喜歡我的那些 例如參加過佔中 最討厭警察 你的撐警就不可以懸署了 少數而已 剛才你提過當初 你預計可能有200個提名票 最終現在得的提名票 比上五年前還要少 是否很明顯出現干預 我想起碼是捆綁 捆綁也很重要 兩邊都捆綁 泛民都正式捆綁 譬如發電郵給我的高教學者 他寫得很客氣 法律界 醫學界有人親自打電話來 表示抱歉 不能提名我 會計界有一位自動提名我 亦有發電郵表示很欣賞我的工作 但他們的政治立場 就是不投給建制派 所以他投給你的原因 不給提名票的原因 未必因為政治立場 他要跟選民交代 所以你打算票員的200 當初很多都是來自建制 但現在突然間 都不是建制 商界 工商界 結果都不給你 是否看到干預很厲害 我可以說是捆綁 即是會長跟會員說 你入到名單就是我們組織的一張名單 既然大家18個都入了 我可以幫你入 你不可以走掉 除了極少數 譬如你知審運農 經歷今次之後 對於選舉制度 應該有更深的體會 怎樣才是一個好的選舉制度 如果現在再有機會談論政改等等 你會怎樣看 其實也不僅是人數的問題 是操作的問題 如果你說人數遷移人是足夠400 當然你有風險 不是足夠400 足夠四個人也足夠 當然你說有風險 每人300 就留選 但我想如果一個真正有競爭的選舉 透過辯論 透過深入地跟不同意見 不同政治背景的人 去接觸真正的拉票 很努力地拉票 你會改變到一些 我認為也不會流選 看你怎樣操作 怎樣操作 這可否多說一些意思 其實上面還有人操作 看你競選版的操作 你是否真心見了那麼多人 或是困難的就不去 現在好像每個候選人都盡量見到選委 不是 我聽到有兩個論壇 很好笑 我聽到有兩個論壇 是兩大候選人都選擇不去 我不知道有沒有聽錯 你可以檢查一下 聽到IT Vision搞的論壇 就是林太不去 是 暫時聽到你的消息 然後民主思路的曾俊華不去 大家都明白為何 我明白為何 因為我也見到IT Vision IT Vision可以說 我見到那麼多是最激烈的 雖然都沒有罵 都是和氣收場 他們還有人說雖然政見不同 都佩服我願意參選 即是民選 IT Vision有佔中的份子 亦有港獨份子 可能林太打算去到科技自己又不熟 佔中問題又被人罵 那就不去 即是沒有接觸 另一邊呢 湯家驊這邊 我想湯家驊就入了林營 他說他沒有他自己 遲些你就知道 OK 遲些他有什麼職位 你看看 無論如何 他都是 我看來都挺維護林太 可能他會問曾俊華一些夾戒的事 曾俊華又不去 保護自己 個個都 昨天就訪問湯家驊我們 他說到民主選舉的精神 就是無論是什麼陣營的論壇 都應該要出席 我同意 出席辯論的 我同意 我就去齊 他初時搞 我一口答應 我說如果能入閘我就來 所有我都可以去 我選完都可以去 是不是 回到提名的問題 剛才說你是一個有選舉經驗的 做過局長 有管治經驗的 剛才說有承擔的 但也進不了閘 我想你經歷這次之後反思一下 會不會覺得選舉制度真的要改變 如何不會有這些 現在算不算篩選了你走 我也覺得很可惜 所以我覺得選舉制度是要檢討的 什麼方向呢 例如831就不行了 如果831就過半題位 831當然是不能推翻 但是這個框架可以怎樣去改良 是應該去談談的 我看到林太 她兩個議題都不想鬥了 831和23條 她都說怕再撕裂 我明白的 因為兩樣的難度都很高 是很高的 她都擔心會再有社會 佔中這些活動出來 但是如果你完全不理 真的掃入地毯底 未來的五年都很難處理民間的怨氣 你想想連零售界都說要重啟政改 雙界都知道 如果沒有和諧 沒有共識 很難發展 剛才葉太也提到篩選的情況 我看到這些都是來自IT 前線科技人員的Facebook page 她找回你之前說過 一個落實雙普選的議案發言 當年你說過一件事 你不同意有些同事將篩選描繪 成為負面和不可接受的事物 因為當時你的說法 就是民主帝道的精神 是要篩選的 政黨裏面想參選的人 一定要先經過初選 一個篩選的程序 才去到領袖的職位 現在建制陣營 有沒有這種初步的篩選 篩走了你只剩下一個候選人 就算我見到真普聯醫生 或者見到法律界 我不是去過了 我也是跟她說 選舉當然要篩選 最終篩成一個 美國都有初選 然後兩黨剩下一個 法國也是幾輪 只剩下一個 有沒有早段不合理的篩選 香港人的心結是誰去篩選 第一國兩制中央當然有意見 他有意見我是接受的 他有最終的任命權 甚至有些人將這個任命權擴大 說不是到尾名義上任命 你選到就煮好一碟菜給我吃 我要早點決定這碟菜怎麼煮 我都可以接受 但是要怎樣找到平衡 港人也能發到聲 這點可以在新聞之後 再仔細點跟葉劉淑儀談談 新聞黨主席 我們電話17231 17231 聽眾有沒有話想跟葉太說 可以打上來一起談談 稍後再談 繼續千禧年代的時間 今早請來新聞黨主席葉劉淑儀 特首選戰當中 他提名票不足終止了選舉工程 大家怎麼看來談談 17231 17231 葉太剛才說過 你很早期已經醞釀過政綱 你覺得你的政綱是最完整的 我想你在選舉期間 都會有看過其他人的政綱 如果要問你 你覺得三位現在的候選人 有哪些政綱需要交代多些 深化多些 你會有什麼看法呢 如果逐個逐個說 林鄭有什麼未交代清楚 你會想知道多些 林鄭的政綱其實還沒有很全面 她最早提出三點 最新的都是在三點上再發揮一下 有些我認為房屋那裡 她做不到的 譬如她說那些居屋 不用補地價租給人 你是不是叫她去劏房 那她租給人自己住在哪裡 始終是解決不了土地供應的問題 土地供應方面是沒有新思維的 他說有個委員會 快點談談如何找地 他做過發展局五年 他應該知道的 曾俊華也是 你做了財政司十年 土地供應篤道委員會 你有份的 兩位都是土地供應 做不上去 如果說回曾俊華 他有哪些事情要多些交代 你怎麼評他政綱呢 政綱推動經濟增長 沒有什麼新的策略 當然他不是很乖 譬如叫停TSA、BCA 說得容易 因為他沒有負責過教育 林太就是典型政府 我給你50億 但其實我見教育界 甚至社福界 每個人都信政府最喜歡一筆給 就沒有長遠的人才培訓 要有心的人去工作才行 譬如時事被人批評 學童自殺 每間校給5000元 那算是甚麼 生涯規劃 每間校給50萬 那些學校始終沒有人 向學生講解 判給教育服務團體 最被人批評多就是融合教育 好像每個學生 每間校給50萬多元 但你融合一個 例如龍牙的學生 視像學生 你不是給幾十萬 你有老師 有人手 手語 口語 一起商語教 這些真正落實工作 是沒有心去做 靠給錢就不行 胡官呢 胡官的政綱 怎麼看 胡官 鐵馬 行兇 他甚麼都可以 他甚麼都答應 所以我接觸過很多選委 我打電話去高教界 衛生服務界 他說喜歡他政綱 因為他說22條立法 我覺得後期人們都不關心23條立法 希望有22條立法 即是本地立法限制中央政府 不可以干預特區分內的事 你說的容易 實際做就很難 甚麼是干預 甚麼是特區自行管理的問題 有很多詮釋的空間 晚餐你拿條例出來 中央釋法 所以說得容易 落實就難了 看你也很有見解 新聞黨會不會來 做一些候選人論壇 跟他們又談一談 我宣佈不夠票 繼續工作 他說前後三位候選人有找我 感謝他們 胡官一早就找我 問我可不可以幫忙 曾俊華亦都留言很客氣 林太亦都很客氣 多次打給我 我說一時同仁 我們會選一天 應該會選星期六 跟他們合緊時間 無謂要記者走三場 譬如一天做了三場 請你們三位來見我們的黨員 選委就可以了 即不是同台的 逐個跟你們聊 當然 逐個 為甚麼不同台 有時同台又有點火花 同台未必肯來 你收到有候選人這樣說 我覺得他們都挺迴避論壇 所以我不想令他們尷尬 我們不是一個論壇 只是每位輪著來介紹政綱 和回答我們的問題 我們不會為難他們 三個都不想有論壇 還是一兩個 有些很肯答應 有些媒體又說 我們不是想搞論壇 我們想每個候選人 深刻點了解他們治港的理念 和政綱和回答我們的問題 葉太亦一定會在投票當中 都會選擇一個 不會投白票 你一定會選擇 我這麼艱難只有一票 其實我反對投白票 但你的決定 我想你也要等他們 再交流一下 好 先聽聽聽眾的意見 187231 請葉太帶起兒童 在桌面這裡 水杯站 旁邊這裡是兒童 電話187231 17231 有不少聽眾打上來 想和葉太談談 先聽聽 有陳先生 陳先生 你好 葉太 你好 早安 加油 葉太 多謝你 多謝 知道你也很不開心 但是想講一些鼓勵 你也不要忘記 你是票侯來的 在港島區 多謝你 多謝 政府的人不認同你 我們香港人認同你的 多謝 我和家人都有談過 可能離開政府的班底太久 不要說鬼謀 他們的幕後事 可能葉太已經跟他們的 轉來 政府正在做的事 其實我很熟悉 因為我一直都是行會 陳先生 你說 政府的人不認同葉太 是甚麼意思 是否政府的人不認同他 還是其他人不認同他 還是怎樣 我意思就是 因為那三位 都好像一個林太 一個曾先生 他現在在政府裏面 在立法會 和那些高官太過親近了 因為葉太始終都是立法會 有一層駕膜 所以可能就比較 已經不熟悉那邊另一層 我怕是不認同 不會 請葉太回應一下 其實我一直在行會 政府的事務 我都沒有放下 不過當然市民心目中 就會覺得兩個司長 當然地位高些 他們做開了 這些都是民調反映出來的 對他們期望較高 過往都沒有試過一個民選議員選到 素來都是第二把手頂上 好 多謝陳先生 鼓勵了葉太 另外下一位聽眾 蔡先生又會怎樣看呢 蔡先生你好 你好 早上 我也是支持你的 我有三個要點 問問你的意見 你覺得對 第一我覺得 民主派整班三百家都計算數 因為這麼多政綱 民主派是一個反對派 反對派最重要就是 我覺得比較壞 你就要搞亂政府 搞得這個派對好玩些 你當然要找一個最有料 最了解這個政局的人過去 就是過去搞亂政府 你才叫做好玩的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你做了所有局 也都讀過這麼多管理的學歷 我覺得 我覺得 有進去 整件事 對市民都好很多 即是進去界漂 進去激變 是的 你可以吃得住民主派 即是大家可以商量 但其他 例如林鄭、曾俊華 他們就只有一個 賴皮 我們會做的 不過慢慢做 我覺得他們不太實在 是誰 今次多謝你 今次選舉也很吊詭 民主派不肯支持唯一一個 經過民選的人 建制派也不肯支持他們的老朋友 不過民主派始終覺得 你和政見本身有不同 雖然經過選舉 他們有這個考量 不過都是蔡先生支持葉太的工作 再聽到聽眾 還有梁女士 梁女士 你好 早晨 梁女士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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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歡葉劉淑儀 早晨兩屆我都很會贊成 就算你之前 你說 什麼 什麼條例 其實你都會覺得 應該 都是這樣 equal 我心機 23條 對 對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沒有做錯事 你怕什麼人去查呢 譬如這樣 我也很贊成的 今次你落選了 我也覺得很可惜 我希望葉太你再接再來 我喜歡你的 你又了解政府 又了解民生 民情 你又很硬正 我最喜歡你硬正 多謝你 是的 你的旗幟是很鮮明的 是的 雖然這次不行 不要緊 蔡翁失馬 燕之飛福 現在這些年輕人 和政府很撕裂 我們都很傷心 真的 既然是這樣 他們不讓你入閘 或者當不了特首 不要緊 下一次 讓那些人 等到他們 真皮力卷 或者知道了一些 自己都有不對的地方 年輕人 有些是很多東西都是不對的 他們太過專頑了 拿磚頭扔人 打警察 他沒有罪 那些少數而已 打磚頭扔人 我覺得是很不對的 而且你的傳媒 都很幫助那些年輕人 希望你下一次得到特首 多謝你鼓勵 多謝你鼓勵 我們很支持你 很多人都 我知道 多謝你 多謝梁女士 大家上來了 拜拜 剛才聽到三位聽眾都很支持葉太 不過之前看民調 似乎你在四人當中落後 為什麼讀整個現象呢 我覺得民調是包括預期的 有兩位司長這麼強勢出來 一個第二把手 過往也是第二把手升上去 一個這麼受歡迎的司長 當然將我壓低了 如果能夠進入閘就不同了 如果能夠進入閘 譬如三個人 民調會重新計算過 民調越近選舉就越準確 過往也有選舉結果 跟民調不相符 所以我自己就不太擔心 而且我留意到一些民調 他問四個名字 他放到我最低 那我當然是最低 前面的支持都給了幾個 如果現在看這個局 現在只剩下三個正式候選人 你也有幾個百分點的民調支持 如果看那些數字 你猜到那些會流向哪個多 可能都是流向林太 想不想見到 你覺得兩位不同 我當然覺得我個性跟他很不一樣 但始終背景都是同門出身 如果我的票流向他也很正常 也那就比 Trump更緊 好 再聽聽聽聽文 還有李先生在等 李先生你好 早晨 早晨 李先生 talents 你沒聽到你看到嗎 應該接通了電話 李先生 禮先生 不要緊 我們之後再去試試 waysimi 李先生 剛才說過選舉的走勢 今天看到一些專訪曾俊華有提過 人家有貼票 貼票都可以用 但有些人覺得現在整個勢大局已定 之前你剛才說有捆綁等等 好像有大局已定 你又怎麼看整個形勢呢 如果提名票 林太夠了 他超過601 即是他扣起的 扣起而已 你想想九區議會給誰 當然是給他 工聯會最終都是給他 雖然工聯會說我要你努力一點 你加碼 你加了多少 最多就是加幾天有新假期 標準公示我想我們三個都很難應成 梁先生搞了幾年 標示委員會都搞到反台了 是很難做的 在外國的標準公示都是南嶺多的 即是某個薪酬以下那些 不是整個經濟都做的 我想正剛上 林太對面對工聯會都不加得很多 最終工聯會一定給他 所以提名他應該超過601 問題擔心就是暗票而已 即是如果泛民的300多票 他真的會分兩個人 因為到時就集中給曾俊華 大家都猜了 現在胡官是戰意甚濃的 覺得他很入氣 但如果到時泛民有配票 不是配票 其實每人都有配票 泛民覺得全部給曾俊華 他300多票 商界又不知有多少會走票 但我仍然認為是林太贏了 應該也不會留選 只是他仍然而高 但是暗票有些人就說 另一個天空 這個也看形勢未必是這樣 我想的 林太的團隊 酷票也會不為餘力 不過我就不贊同有些評論 高票當選就可以團結社會 一個這麼狹窄的範圍選舉 高極票 當你800、900票也是有限 不等於一定進來立法會 就可以統一意見 凝聚共識 甚至叫停拉布 是完全兩回事 剛才你也很強調 要修補社會撕裂的方向 剛才你所說的 寧首界那些開宗明義 都覺得要搞好這件事 三人之中 哪個人最有能力做好這件事 我想如果你說 令社會比較和氣 一團和氣 應該是曾俊華 但他又不多做事 是吧 譬如你只用零售界來說 如果你說入到議會 沒有人扔他 可能曾俊華沒有人扔他 沒有人很大聲罵他 但經濟上他會沒有什麼作為 一樣也是令到商界失望 那怎樣修補和諧 即是未來五年無望 每個人都有一個缺陷 所以 等你五年後回來 這份工作也很難做 所以我女兒跟我說不做就罷了 一分鐘去坐牢 這份工作這麼高危 她說錯誤是很範圍很寬的 但你女兒雖然這樣跟你說 都無損你的戰意 因為那天仍然是有選美為輸 對 我們新聞黨還會參與很多選舉 特首選舉呢 似乎聽你這樣說 有些不同 和之前的說法 先看清楚一點 是吧 再聽聽眾 李先生回來了 李先生你好 你好 葉先生和葉太 你好 其實有一次我打電話上來 那時林鄭未提出 其實我覺得葉太 你可能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原因是你的強勢 其實可以令香港真正成為一個中心 但很可惜 反而為何我打電話上來 我覺得這次未必是 所謂的建制派那方面 擴大那方面 令你出不了 其實我覺得這次 香港很可惜的 就是說 你的競選工程是做得很好 但是兩邊都是以氣自鎮 民主派所謂的民主 都不會看一個真正的事實 去選一個真正有用的人 而表現出來 純粹在那裡講所謂的民主 而令你進不了局 但是我覺得沒有所謂 其實好像你這樣有能力的人 在一個國際的舞台裏面 香港 中國的神州大地 香港是一個很小的地方 其實你可以 如果真正的國家 是覺得你是有用的 我覺得你可以站在那麼高的舞台裏面 反而覺得是 國家方面 是不是看得到 你真是好像錢樂森那些 那些是千年 能夠對國家很大的貢獻 我覺得這個更加重要 多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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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覺得其實現在香港 是真是 它世界上也提升了中國的動員能力 無論在奧運會和香港 其實它現在 我個人的感覺就是 其實香港已經是香港的民主派選擇 所以它做了很多事情 但已經強制很多 因為放任了20年 反而令到香港和國家越來越挑戰 好 多謝你 多謝李先生 貢獻各國家 你有沒有想想 每天都在貢獻 是國家層面 去人大政協就無謂了 那些不適合我 香港方面呢 香港也繼續領導我政黨 這次有一個好處就是 令到我們的黨團結了 你知道我以前久不久也跟二少爺爭爭 我們兩個都很衰直的人 但一遇到危機 我們就很團結 窗口對岸 我也很感謝他 仗義為我執言 他的票一定不會被人力走 我們新聞黨上上下下就很齊心 很團結 我們團隊只有12個人 很多是義工 士氣很高 也不斷有人入黨 接下來的選舉 我們會積極參與 在3月26日之後 我們黨會再重新考慮我們的定位 什麼意思呢 為什麼要促施重新考慮定位 鑑於這次選舉之後的民情 新民黨在建制派裡要站一個點的位置 可否這樣形容沒有建制呢 可能是 會更加獨立一點 可能要更感言一點和更獨立一點 中間路線一點甚至乎 還是可以歸去泛民那邊走去 還未到那個位置 這樣也不會 這樣也不會 有些基本的分歧 但是我覺得經過這次 我就跟泛民的人士溝通好了 中間路線可否這樣形容 是的 但有人說現今的政治環境 中間路線沒有運行 有些學者分析是這樣的 是的 你看我選戰 特首選戰結果你知道 但普選也不同 新民黨的戰績也好 我們去年9月 就是少於工聯會沒有多少 對嗎 那會不會跟自由黨差不多 自由黨也是建制當中 被人覺得比較中間 他們都很感言 但我想我們的政綱 邏輯和理性的分析 可能比較強 但是是否近一點的方向 如果要用現在現存的來類比的話 大家都是想站中間位 但是各有各做 他們可能商界包袱得多些 他們主要都是工聯組別 其實過往選舉 現在近年選舉 建制或者西環還沒有幫助你們 還是現在沒有那些 所以不如走回中間路線 很多人都有幫助我 如果你說和內地有關係 有些社團有幫助我 譬如我自己鄉下那些 法山南海 羅村 我每年都去春明 回鄉下 我有祖屋 業事中親會 或者是我橋界 橋界都幫我 我是華僑人 或者我搞海上絲綢之路 那些沿岸的省上海 都跟我很熟 人人都有團體幫 但幫我的人是自願幫的 所以你看我的義工是很熱烈的 期待在選舉之後 看看你們新的路線 會看到有什麼新的面貌 多謝你 新聞黨主席葉劉淑儀 在千禧年代 聊到這裡 9點鐘之後 繼續有千禧年代 在香港電台第一台 大家可以繼續打上來 1872311 待會再談 歡迎 請多謝